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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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诸位奉长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再来继续谈三十七道品里面 第六颗七菩提分 先谈这个七菩提分 看第一百二十一页 这里有个表解 那也可以看后面第一百二十四页 它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注解 这两页 什么叫七菩提分 其实这个菩提我们说是觉 对不对 菩提就是觉悟 就是觉的意思 不迷就是什么 觉 那也就是说 用下面这七种 这个修行的方法 或者七个因素 可以修行的这种条件 可以达到 让凡夫由弥到绝 可以让凡夫由弥到绝 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法 那就称为什么 七菩提分 也就是说 一个觉悟的心 它需要具备哪一些心灵的品质 这样讲可能会比较清楚 像一个 那个一颗心 老是在昏沉 吊举 散乱 烦恼 无明 不觉 的这种心 一颗心老是 躲在这种 不善法 不善的心念里面 那这一个人 会不会觉悟啊 会不会 绝对不可能觉悟 对不对 不可能 没有清醒明觉呢 就不可能 觉悟实相 也就不能 也就不能 聊聊 好 那个 清楚 聊聊 常知 诸如法 实相 他没有办法深入去观察 没有办法清醒明觉的观察 如何能够 气入实相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呢 依着 依着 那个 这七个 七菩提芬呢 来修 其实呢 佛 告诉我们这个法 就是要对峙 我们在修行当中 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障碍我们觉悟的 那也就是 所谓的五盖 好 就是五盖 哪五盖呢 也就是贪欲 称慧 睡眠 睡眠盖 吊毁盖 还有遗盖 这五盖 为什么称为盖呢 因为这 这五法 又称为五退法 他会 让我们的智慧 蒙蔽了 好 然后障碍我们 去向解脱 所以呢 称为五盖 好 那又称为五退法 所以呢 上一次给各位 好 这个阿恒经 那个阿恒经里面的 杂阿恒里面的 第717经 他里面就提到说 世尊告诸比丘 有五退法 何等为五 哪五个 也就是贪欲 所谓贪欲 称慧 睡眠 吊毁 一盖 四则退法 那怎么办呢 要如何对字 所以佛接着说 若修习七觉之 多修习 令真广 四则不退法 好 何等为七呢 哪七种 所谓念觉之 责法觉之 精进觉之 喜觉之 还有已觉之 这个已觉之 其实就是清安觉之的 好 这个 然后定觉之 舍觉之 圣明不退法 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修习七觉之 它可以 令我们的心 清静 清醒明觉 好 然后呢 能够 那个 让我们呢 更能够相应 契入思想 能够开悟 明心见性 所以 这七个 我们就 好好的来看一下 佛是怎么讲 第一个是 责法觉之 要先讲一下 这个五盖 也说五盖 它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也很重要 贪盖跟称慧 贪欲称慧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我们就不谈 那 再来是讲 指这个睡眠盖 睡眠盖不是说 叫我们 不要睡觉 睡越少越好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一些 修行者呢 他以为说 睡了越少 越精进 越容易开悟 所以呢 有的还甚至 修了个不倒单 其实呢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盖呢 这个睡眠的意思 不多睡 这个睡眠呢 它其实是指什么 你不要嗜睡 贪睡 那还有呢 这个睡眠呢 盖包括 昏沉 还有懒散 无精打采 或者是说 没有修行的动力 这种呢 通通叫做睡眠盖 所以不只是 光只睡眠 睡觉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心里 很懒散 然后 这个无精打采 没有目标 不知道 要做什么 每天就是这样 浑浑噩噩 过日子 那这种就是什么 属于睡眠盖 睡眠盖 那一个人 如果你一打坐 就睡着 对不对 平常在做事情 好像还不错 还不会想睡 那一看书 一打坐 就想睡 就昏沉了 那这个呢 有很多种原因 很多种原因 如果你已经睡饱了 你又来打坐 看书 他又睡着了 那这个呢 就表示啊 你 这个身体上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譬如说 我们如果刚吃饱 身体上 自然会有这种现象 所有的血液 都跑到 那个胃部去了 去帮助消化 所以呢 我们的头脑 就怎么样 昏沉了 所以呢 这个饮食 也会让我们昏沉 想睡 还有呢 那个 气脉不通 也会让我们昏沉想睡 还有 不快乐的事情 你做不喜欢的事情 佛陀说 不乐 也会让你昏沉想睡 因为 觉得没有兴趣 你对这件事没有兴趣 他也会想睡 或者是一种 懈怠心 懈怠心 每次呢 才刚想要用功 就想到说 哎呀 我还是休息一下吧 对不对 哎呀 明天再来 努力就好了 所以你也会怎么样 会昏 昏沉 好 就是 你的心智微弱的话 毅力微弱 那就会产生昏沉 好 嗯 那这个就是 五盖的一个原因 睡眠盖 我们讲的是睡眠盖 所以我们不要太勉强自己 如果你真的很想睡 有一些人是因为工作 平常透支的太多 所以他并不是 是无缘无故 想睡的 是心 真的是太疲劳 那这个时候呢 你硬要打坐 不睡 其实在那边拉扯的话 让你身心 身体啊 好 跟身心都不能放松 自在 那这样呢 倒不如 怎么样 干脆 先睡饱 好 或者是说 一打坐 稍微睡一下 刚开始啊 稍微 落入分层 一下子 如果你能够 休息一下子 精神来了 提起正念的时候 然后呢 不要马上下坐 你就再继续坐下去 好 就是短暂的休息 那没有关系 对不对 然后呢 当你清醒了 你就继续坐下去 好 那这样子呢 暂时 也是调整你的什么 身心 可以调整身心 那 还有 再来 就是讲到 那个 调毁 调毁 五盖里面的 调毁盖 调毁盖呢 也就是 他的心怎么样 为什么会常常 在调毁啊 就是打妄想 调毁的意思 就是调举 还有毁 就是毁过 后毁 会落入 调毁盖的原因 佛在 阿罕经里面讲 他是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 很容易 有这种 对亲属 亲属 觉 也就是说 有亲疏远近 的观念 很强 比如说 他很执着 这是我的 父母 这是我的 儿女 这是我的 朋友 有没有 所以呢 他的抓取啊 对这些亲友 感情呢 很抓取力 很强 很执着 那呢 他就会有很多的放不下 所以呢 每一次一打坐 禅修的时候 他人在禅堂内 心在哪里 心早就跑到家里去了 一下有想到 女儿要考试 一下有想到 先生怎么还没有回家 所以他心老是在那边 什么 七上八下 那这个就是叫做 吊毁盖 这个亲属 亲人或者是朋友 家属等等 这些 执着 爱恋 那这些就是 会增加我们的拉扯 跟吊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会让我们吊毁的是 人众绝 大众的众 人众绝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很在乎群众 大众对我们的什么 看法 或者是我们在公司里 我们的地位 对不对 有没有受老板尊重 有没有受那个同事 喜爱等等 很在乎别人的 对我们的眼光跟看法 那这种呢 你在禅修的时候 一样 你就会常常怎么样 一下想到 人家说了哪一句话 然后让你呢 听得很伤自尊 然后你就 很在意啊 所以你就会一直在那边想 心也是妄念纷飞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增加吊毁盖的一个因素 那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天觉 什么叫天觉呢 这个天觉就好像说 一个人 他的一些幻觉 他幻觉 他会想象 对不对 感觉说 是不是 有神在啊 这个法界呢 到底有没有那些魔鬼啊 对不对 有种种的 这种 什么魔啊 天人啊 神啊 鬼啊 这一些 他老是在那边怎么样 想象 然后或者是他很在意 觉得是真的有的 所以呢 他就堕在这一些怎么样 想象当中 然后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什么 幻觉 好 所以最后有时候他会觉得 好像有人在跟他讲天语啊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 有看到什么 无字天书啦 看到一些那个天文啊 会写什么 天 那个字啊 人家看不懂的 有没有 等等 如果你常常 疑神疑鬼的 像这种心 这种幻觉 存在的话 那也会增加你很多的什么 调毁 甚至有的会很执着 他晚上做的梦 觉得那个就是天人来托梦 是不是 菩萨有在指引 所以呢 他整天啊 一睡醒了 就开始在那边想 哎呀 昨天梦的 梦到不好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就是该开始担心了 那像这种 也就是会增加我们的调毁 也就是说你的心 就不能 啊 那个安住 只亲 那个 清静 清静念 你就没有办法 每天都是在那边 打妄想 那还有一个 也就是 本所经娱乐诀 好 本来的本 本来所经历的一些快乐的感觉 经验 那个本 就是也可以说是过去 过去所经历的 所经历的一些快乐的感觉 你呢 会去怎么样 抓住它 老是回忆啊 哎呀 我去年 去那个加拿大玩 哇 那那里躲怎么样 有没有 然后我呢 上个月又去那里爬山 哇 那里怎么样 那每天呢 都是在什么 想这些 快乐的 事情 过去风光的事情 心老是在这边回忆 像这种 执着 你所喜爱的东西 的这些事情 它也是会让你怎么样 掉毁 心没有办法安住 好 我们常常都这样 执着哪一些人事物啊 那它就是会一直出现 在我们的这个思想里面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假设我们要打坐 要让你放下你的妄念 好 心安住在 一个索严禁上 好 比如说观呼吸啦 或者鼠息等等 对不对 然后你的心就 一下子就跑到那间市场 一下子就想到 哎呦 我明天又要去哪里 又要去玩什么 是很容易有这样子的 不是回忆过去 要不然就计划未来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的心 哎呀 怎么会对禅修产生 很强烈的那种 欲望吗 不可能 心就安住不了 那还有一个原因啊 调局的原因 也就是自意念 还有他人另意念 自己的自 就是意念 也是一种想念 怀念 也可以这么想 对不对 常常自己啊 在那边打妄想 打妄想 自己在那边想东想西 这个自意念 或者是他人另意念 或者是 看到一件事情 外外境 或者外面的一个人 然后呢 你看到了 你就会产生很多的什么 想法 也就是他人 令你意念 想象 这种 小小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会去想 会受影响 那这个 也是让我们的心 掉局 的一个原因 我们有时候啊 常常会 有很多的梦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意念 也可以是这样子 譬如说 我们常常 没事 就还会在想 哎呀 明明现在有一间房子住了 可是我们还会想 哎呀 如果 如果有机会 我还要 我的梦想是要住一个 透天处的 对不对 别墅的房子 那我现在还没有得到 所以你就会 在那边一直怎么样 哎呀 寻寻觅觅 即使没有钱 可以买 你也会去很在意 去看一些那个 广告 房屋广告的DM 然后你也会 很认真去研究 可是事实上 你根本买不起 对不对 你还是会在那边 做白日梦 还会去想象 去追 去寻找 好 也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梦想 那你还会去规划 还会想象 以后 几岁的时候 到了几岁的时候 到孩子长大 多大的时候 我将来就要怎样怎样 那像这些 我们常常呢 都会有这些的幻想梦想 这个就是 会让我们心啊 堕在这个吊局里面 好 那这个就是吊回盖 所以说心要不吊毁 你就至少要先破除 刚刚讲的这一些 对我们的亲情 对不对 还有一些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了 不要去抓取 就是要 其实这些 也就是要让你活在什么 当下的意思 你如果活在当下 心不要 跺在三世心里面 不要跺在过去 未来 现在呢 当下 也不要怀疑 对不对 执着 那这样呢 你就 可以怎么样 不会心在那边 七上八下 忘心自然止息 好 那一概呢 佛就讲说 于于过去是犹豫 于于未来是犹豫 还有对现在是犹豫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也就是没有活在当下 对过去是犹豫 也就是 哎呀 一直在担心 好 我过去的业力啊 业障是不是很重 我也没有造了很多恶业 有没有很多冤心在主 对不对 好 编程说 活在那个什么 业力与宿命论 宿命论里面 好 那整天内心在那边怎么样 担心 恐惧不安 好 对未来呢 也是一样 哎呀 我这样修行 那未来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解脱 有没有办法去极乐世界 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 好 好 那 这个心 这样子 没有办法对自己产生自信 没有信根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很容易 产生疑概 那这些怀疑呢 如果你又没有去找出真正的原因 或者去追求真正的 这个道理 对不对 让你心呢 能够确实了解的话 那你 就是整天啊 还是存疑 还是恐惧 还是不安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 对他 对治 跟解决 对不对 没有找到答案 那就是不能根本 那就是不能根本解决 佛呢 要我们活在什么 当下 这个呢 是非常的重要 你能把握当下 那你每一个当下都能把握得住 都能安住 那你 过去怎么样 对你现在有没有影响 因为你现在把握每一个现在就不会再以后又老是后悔了 对不对 然后呢你把握每一个当下你的未来就一定是什么样 未来也是每一个现在去形成的啊 所以其实 有没有什么时间三世的这种时间概念 它本来就是虚妄的 其实你真正拥有的只有什么 当下 当下不是指现在哦 也不是指今天哦 只有当下 一说了 就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 你只有真正拥有的只是当下 好 那未来怎么样 其实那是多余的担心 你只要过好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当下 也就连 就是 以后的未来 好 所以根本没有未来 好 那过去呢 也已经过去了 所以 好好的活在你的当下 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要对自己啊 很有什么 信心 是不是 好 那 你把握当下就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好 那能够把握当下 对 过去或未来 你就是全然的去什么 面对 不逃避 好 你就不会去逃避他 所以修行呢 都要有大丈夫 的气概 好 不能呢 老师在那边什么 疑神疑鬼 好 或者是 对自己 对别人 好 对法 对佛法 生三宝 我们常说的 有没有 都没有信心 好 那这个你就是会产生疑概 所以我们说凡夫啊 老师或后悔过去 而是什么呀 就是后悔过去 然后迷失当下 这个就是凡夫 他每一次都是老是在后悔过去 当你的后悔过去的时候 你又迷失了什么 你的当下 是不是 你每一个念都是在后悔 我以前 业障啊 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好啦 那你现在还是又迷失掉了 所以他永远都在后悔 好 那智者是怎么样 活在当下 然后呢 那个 无忧于未来 他就是这样 把握未来 他活在当下 那他就可以什么 把握未来 这个就是智者 不一样 如果你老是后悔过去啊 你 你不可能怎么样 把握未来 好 所以 这个是 好 一概的这个部分 好 当然我们讲说 以前讲说 如果是对法的这种 为了求证求证的那个 对法的这种求证的精神 这种 算不算 这个一概啊 不算哦 对不对 好 那这种仪呢 反而是一种怎么样 善法 对不对 善心所 他反而是一种善心所 也就是 好 我们所说的是健康的仪啊 对不对 好 佛法呢 不是要你一味的信 而是要你透过什么 透过你的 诗 文以后要诗 对不对 要思维 思维呢 不了解 那就要存疑 存疑以后 再透过你的修 来证 透过你的修行 来体会 然后来证明 确实 没错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 叫你一味的信 所以对法的存疑 那这个呢 我们不算说是一概 这个我们要分清楚 好 所以那这个五概呢 让我们的心啊 不能 清静安住在正面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佛就教导说 我们要修这个七觉知 七觉知 我们先看一下呢 什么叫做 责法觉知 责法 其实这个责法 在 巴黎文里面 它是 就是讲说 有能够动见 或者观照 诸法 实相的能力 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叫做法眼 有没有 责法眼 责法眼 就是有这种 能够智慧 责法的 能够的那种能力 能够以智慧来选择 法的真伪的这种能力 就叫做 责法 责法 责法菩提分 你具足了责法的智慧 因为菩提就是觉 什么法 是了义法 或者是不了义法 或者是不了义法 那 什么是解脱法 什么是真正离苦得乐的法 或者是正法 邪法等等 这一些呢 你都要能够 好 有 责法的 判断能力 你要有判断的能力 那一般来讲 没有 听经文法 或者是没有善知识 来教导你 你不可能 天生就具足什么 责法能力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要具足这个 责法眼 责法的智慧 好 其实也是要先透过什么 听文正法 清静善知识 这样的修学过程 然后你才能够真正有 面对八万四千法门 种种的修行法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 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那当然了 责法的能力在 其实在 如果你 你还没有听经文法之前 好 你会去 认定说 谁是善知识 谁不是善知识 这个时候 你是用什么在选择 这个时候 不是依我们的证件在选择 常常都是 依着我们的习气 心性在选择对象 好 譬如说 谐心就应 什么 相应什么 邪法 邪失 譬如说 为什么叫谐心 相应 相应写法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 如果呢 他 心性本来就是 喜欢喝酒 对不对 他很喜欢喝酒的 那他会去找谁 来学习 一定去找酒鬼 对不对 来作伴 然后甚至请教人家 要怎么样喝才不会醉 才可以越喝功力越强 对不对 所以 喜欢喝酒了 他的善知识 他一定去找酒鬼 喜欢打牌的 他会去找赌神 对不对 来教导他 哇 怎么样可以 打牌 没打必胜 那你喜欢算命的 他就会去找什么 那种 哇 教你 这个益经的 补挂的 是不是 所以说你的心 性是什么样子的 他就会去找 他相应的 法 跟老师 所以基本上 在没有听经 听闻正法之前 完全是 依他自己的习性 在判断 在选择 那这样就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众生 的习气 有好 什么 有坏 对不对 我们的心性 有善 有恶 所以如果你没有 很清楚的了解自己 的行为 这样 心性 这样是善 是恶 那真的是 没有办法 选到真正的 好老师 所以才说 这个 责法的 菩提分 这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是指 刚开始还没有 入佛门 那如果入了佛门 对不对 好 那你要 选择 对你修行 有帮助的法 能够受用的法 如果是无益的苦行 你还 还要不要再去受 再去学 那就不要了 对不对 你知道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那些修行 是在向上的修行 而不是 回归到解脱这念心上来讲 对不对 那这种的 你知道 你就不会再去 胡乱的修学 盲修 侠恋 所以要具有 折法智慧 其实 佛就常说 如果你还没有破 那个见惑的话 没有正出果 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才说 正出果 就是具足什么 正法眼 他才真正能够什么 相信他自己的选择 相信他自己的智慧 如果要再更严格一点 还没有破无名 其实都还会有 有时候 还会怎么样 不见得真的 完全具足正见 是不是 只是说 粗或者细 严重或者是轻 这样的差别而已 所以 常常看到一个人 一个信徒 他就说 那个师傅 他每次常常到处去参 然后每次去参 参完 回来 他就说 某某法师 讲得真好 某某法师 他讲的都不对 怎么样 怎么样 那其实呢 讲得好 或不好 这个都是谁在判断 都是他自己 变成说 他最厉害了 他胜过 超过那些 讲经者 所以他最厉害了 是不是 他依他自己的观念在判断 是非 那你都还在学习 你如何去判断 他讲的对 或不对啊 所以有的人 只去听一堂课 稍微 跟他想法 不一样 他就说 这个不对 不正确 那我不听了 他就没有耐心了 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 很可惜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用你的习性感受 在选择老师 那这个不是智慧的选择 那这个是不是智慧的选择 常常呢 就会有所偏颇 所以才说 你要去听经文法 首先要先把你的过去的一些观念之鉴要先放下 你不是戴着一些观念之鉴 戴着一个有色眼镜 然后去听经文法 去看人家怎么讲 那你只是在对照 我想跟我讲的一样 那就是讲的很好 跟我讲的不一样 那就是讲的不对 不是依你自己的在判断 那这样子呢 常常就会有所偏差 所以这个责法 也就是你要真的具足的政见 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什么法 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解脱的 是正因 是正因 对不对 让我们真正能够离苦得乐的 这个止息方法 对不对 得涅槃的方法 责法也是 你修止观法门的话 譬如说 我现在想要用打坐的方法 禅修 修止的方法 就是打坐 可是呢 你每次打坐的时候 对不对 你先学一个 好 我用那个观呼吸法门 那你就在那边用打坐 可是呢 修行了好久都不得力 对不对 你用禅修的方式呢 你没有办法得力 心呢 还老是 忘恋纷飞 好 然后修行好几年都没有进步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有责法的能力的话 你随时就发现你 这个方法不受用 那你可以再选择一个 你能够受用的方法 所以我们常说 在打坐的时候 你如果堕昏沉很严重 好 不适合打坐 那你可以怎么样 就改成用洞中禅 修洞中定 好 起来 做那个经形 对不对 好 不一定是 静坐 你可以改变方式 或者是说 修洞中定 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行住坐卧 来观 每一个 做每一件事情 你都能够怎么样 清清楚楚 我在做什么事情 保持正知正念 好 这样子 也是 让 也就是说了解你自己 在用哪一种法门来修 那是最怎么样 最容易让你的心 能够定下来 所以不是说 别人怎么修 比较好 那我就是跟着他一样 而是要依着你自己 你自己最方便的 最适合的 像时间上最允许的 如果别人修说一天打坐八小时 那你还要工作 那你可能一天打坐八小时吗 你要去修这个法门吗 就不可能 有人一天他就念佛 他就说我要念一万生 可是依你的时间 你没有办法 是不是 所以说修行呢 是依你个人的时间 还有你个人的精神状况 对不对 你自己适不适合这样来做的 那像以前本来有佛陀那个时代 有一个弟子 他每一次精神 他的脚就磨破 所以就破皮 因为他以前太好命了 很有钱 所以听说他从小 一出生以后 走到哪里 地毯就铺到哪里 因为他妈妈都怕他怎么样 那个脚踩到脏东西 割破了或者是去磨出了 所以保护的很好 所以从小呢 就是脚底细皮嫩肉的 后来他出家以后 那每一次呢 跟着大众在临终 森林里 经行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 破皮流血 可是呢 他又想说 我如果因为这么一点点 那个受伤 然后我就放弃经行 这样会被人家怎么样 被人家笑 所以呢 他就坚持 别人可以 我也一定可以 所以他不放弃 就拼命的 还是要怎么样 要跟着大众经行 那佛陀呢 观察很久 后来就跟他劝了 他说 他叫二十一耳 他说 你可以不必 精行啊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什么 另外一种修行法 对不对 你这个不方便 那你硬要去做 其实只有增加你的什么 苦恼 然后呢 还 到后来 他说 哎呀 我的心还是不能定啊 他越想精进 越想要去对治 他的心 就越什么 越不安定 越不能安住 越是 在那边拉扯 所以后来 佛陀就叫他 好 那你就 修其他的 不要勉强 修这个法门 所以说 这个责法觉知也是一样 你发现 你自己 就修行过紧了 我们说像弹琴一样 对不对 过度用功了 过紧了 那个 受不了了 你自己就要怎么样 调整 要能够调整 知道改变 所以也就是说 不是 狠实的一种修行法 你自己要 善观察 判断 对不对 然后来 责法 来修行 我们看 第二个 精进 菩提芬 精进 这两个字呢 巴力文翻译过来的话 叫做英雄行径 是巴力文 翻译过来 就是英雄行径 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大雄 大利 有没有 你看 要 像佛陀 他要离开那么好的皇宫 生活 然后 在那个 这个 跟着人家在那边修苦行 一天 吃得很少 又拼命的苦修等等 那这种呢 要能够 这样子 努力 不懈 不懈怠 不退堕 这个就是大雄大利 大雄大利的精神 所以也就是有 那个精进的什么 勇猛心 那么 就像佛陀 优优独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